台東這位國中生自述 當天上完補習班回家 經過新生國中旁的巷弄時 一輛校皇突然停在他身旁 問蔣先生問他要不要坐車 被拒絕後 他竟然出手強拉學生上車 學生受精 拔腿就跑 衝回家找爸爸求救 爸爸得知後 衝出家門 看見計程車加速離去 更引起父親懷疑 如果有誤會 他是不是應該說 不好意思 我在錯人了 我沒有派到那台計程車 還有交給馬來派出手 他們去處理 警方或爆掉來計程車的行車記錄器 發現原來是誤回一場 問蔣誤以為是學生叫車 才喊他上車 學生則被陌生人嚇到 跑回家時傳達錯誤 讓父親誤以為是擄人事件 到達後誤認該名學生 為叫車之客人 因而呼叫該學生上車 現場警察無肢體接觸 亦無強迫上車行事 防人之心不可無 所幸學生只是受到驚嚇 傳達錯誤 徐警一場 警方也將加強附近巡邏 確保水神安全 記者潘震賢 張志仁台中報道 我們在中間攝影棚 全天候都是用水神 空間比較大 可以使用的是 這組大概是八坪左右 那麼如果說空間比較小 兩到三坪左右 或在車上 可以看到正是一個 比較迷你的水神霧化器 在車上用也是非常的方便 可以來到快點購 來買送水神一舉兩得 目前都幾乎都是水神的